净空老和尚这次来到台湾 特地带给同修们一篇 偶艺大师开示念佛法门 与大众结缘 身行严教都是苦口婆心 一再劝导大家老实念佛 心善言善行善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人有的意外是人人和尊重 没有障碍 其他的经文都很深奥的东西 要费很多事情去 我们牟随大了解 我们要走进入佛教圈 这是偶艺大师明朝六年人 把人落清楚 尊重进入一片大师 教终念佛求生净土 开始 把这段学得很好 把竞争的精华读释出来 祝各位法师 祝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同学们 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 我听到也很欢喜 总算是我们有语言 没有语言 没有语言 听不到 没有语言 跟大家讲什么呢 现在在这个地球上 宗教没落了 如是道都摔了 佛法也不例外 讲经教学不容易 要三宝加持 最重要的 是要我们这一代人有佛报 没有佛报 没有佛报 三宝加持 加不上 所以关键还是在自己 就像读书一样 我在六十六年前 刚刚听到佛法 我请进方东伟教授 跟他是这一年 我二十六岁 对于宗教 基本上来说 都不能接受 总以为宗教是迷信 宗教是骗人 方老师跟我讲了一部 这首概论 最后一个单语 佛经这首 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说佛是宗教 是迷信 他怎么会有哲学 老师告诉他 你还年轻 你不懂得 是释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首相 大乘经典 是全世界最高峰 又告诉我 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这样做佛门来的 不是出家人 讲经教学故事 是因为这学界很著名的 有位大德 他跟我讲这些 我该认识 说出佛经这些 我就从这儿入门了 所以入门是从学书 那个时代 六十六年前 我相信诸位都能体会到 社会缝隙还上不错 这些年来 一年不如一年的 我们必须知道 什么原因 老师也讲了两句话 我们年轻 总想多学一点东西 希望能够到学校里 去听老师的课 他在台湾大学教授 老师告诉我 现代的学校 是六十六年前 不是现在 六十六年前 先生不想先生 学生不想学生 你要到学校去听口 你会大事所望 我听到老师这几句话 完全拒绝 没指望 所以表情一定是很难过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老师说了 你真想学到我家里来 这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 跟我认识每个星期间 上午九点钟到十 九点半到十个点半 两个小时 每一个星期上一趟后 两个小时 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 哲学讲到最后 讲到佛经哲学 我们才真正了解 佛法不是迷信的 那近代 这六十六年过去 我们接近了西方的科学 特别是量子历史 很实谋的话 我也可以告诉主 大乘佛教 是量子 枯学的最高峰 枯学跟哲学都在大乘境里 认真好好继续 确实能抱着我解决问题 佛当年在世 说了八万四千发明 八万四千发明是形容 是讲究竟圆满 那佛有没有说这么多了 没有 没有那么多世纪 佛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但是要知道 佛陀那个时代 出家人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宵 每天上午都要出去脱破 吃饭不能过重 一定是十一点半左右 太阳日中的时候 晚上睡觉 输下一宵 过这样的生活 佛陀讲经的时间 就不是很长 应该是 吃完饭之后 这个空道是佛讲经 我们估计 应该有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将近三百余会 受访四十九年 他老人家是三十岁开悟的 开悟之后就下去了 七十九岁圆寂 我们中国人说八十岁 七十岁 外国人讲十十年年 七十九岁圆寂 对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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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历史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才不会迷失方向 才不会走错路 我修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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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以后我跟黎明南老师学经教,跟他圣灵。 这个圣灵前面七年是听他老人家讲的, 后面三年是听见老人家,我也开始讲起了。 我是出家,33岁。 第二天,白圣法师就请我到他办的师博寺的三藏学院去教学。 所以我出家第二天就上佛学院去上课。 将近一直没有恐过,到今年58年。 但是今年体力长了,毕竟是91岁。 中期不足,话说多了,很累。 从前没有过。 最深的时候,我是每天将近九个小时。 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 那一段时期在美国。 美国的预言也很深。 美国说佛比较上困难。 工作太忙。 空闲的时间很少。 他每天,每个星期,两天放假。 星期六个星期天都放假。 工作五天。 所以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可以学习教。 不是每天都能假结。 只有星期六,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一天。 星期天,虽然他不上班,他要整理家庭。 要达清洁环境,足足要一天的事情。 居住的环境好。 房子很大。 有院子。 要请别人来给你做。 工资是论小时算的。 一个小时多少钱? 这样算的。 不是一天。 它是论小时算的。 所以,大家为了借神一点钱的事。 多留在自己做。 先一天。 这一天。 工作。 整理家家喻。 那么,佛所讲的八万四千话们,不是夸张的话。 是真理。 但是,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注释四十九年。 这些开悟之后就讲解了。 有没有讲这么多了? 没有。 那八万四千怎么来的? 八万四千是个圆满的数字。 佛说法是应激说法。 你是什么样的根基? 你能接受哪些佛法? 他就教你。 因人而异。 应激而异。 不相同的。 而且,所有的经典只讲一次。 没有讲过第二次。 但是有另外,唯独净土终点。 不知也识。 建筑中的经典。 无论是小本弥陀经。 大本的无量手经。 都是多词宣教。 很特殊。 弥陀经究竟讲得何识?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版本不一样。 就知道。 无量手经最多。 在中国有十二种一本。 那么换句话说。 至少摄迦牟尼佛无量手经讲得十二遍。 十二遍全息接下来的流传的后识。 。 中文大三经里面。 这十二中里面有七种是传。 找不到的。 精体有。 能找得到精,但是精,找不到。 这证明多词宣教。 是梦古大三经里面。 蒙文也是直接从梵文翻译的。 有十七成。 日本大三圣里都有 有这些经题 但是内容也找不到 所以多次宣讲 为什么多次宣讲 今天晚上我给各位介绍这一档 大家都有了 这是偶一大四的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 末法时期 只有这个法门 夜深决定得多 千万不能错过 如果你错过这一档世界 你就大错了 按照这个法门 朔的人不一样 意见不相同 我们到底跟谁学 中国人懂得教学 会学 阿姨应该怎么学 一个老师 你走的是一条路 两个老师 你走的岔路 你走的岔路 到底哪一条好 不知道 三条路 三岔路口 四条路 十四界头 越来越麻烦 你很难有这些 为什么 你的思维是乱的 你心不定 学佛必须要知道 佛法的教训 始终离不开戒定会 戒是方法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会是大志大悟 因心渐性 渐性称呼 净土中 方法或在那里 他就在心渐性 所以我们把这个文 跟诸位简单念一遍 欧益大师说 念佛法门 别无奇特 没有奇怪 也没有特殊 只深陷 力行 不要 等一句话讲完了 深陷 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怀疑 怎么样不怀疑呢 希望无量受信 最好是净土 五经都度过 最重要的是 无量受信 介绍西方救世 要知道这个心 决定是真的 释迦牟尼佛 多次寻想 就这一步行 没有听说 另外一步行 是讲过两遍 三遍 没有 所以为什么多次寻想 目的就是 普通中心 希望大家 遇到这个方法 一教风险 你就决定得多 一个都不可 万修万人修 问题就是 你对他信心动摇 这极乐世界 到底是有 还是有 这个麻烦就大了 信心不具足的 去不了 第二个是愿心 我愿意去 极乐世界真有 这第一个 信心具足 我一点都不怀疑 阿弥陀经 我讲了十几遍 无量寿经 也讲了十几遍 越讲越欢喜 信心具足 例行就是念佛 支持名号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今天 把海显老和人的 照片 在这本书里头 若要佛化心 唯有生三世 这里就有一张照片 海显老和人照片 在这个时代 最慈悲 最难得 为我们做保养 老和尚不认识 每次没念过书 二十岁出家 家里非常清寒 夜深过苦日子 他的师父 传界瓦斯 两个期间 我们看到 他的传记 就知道 那是个再来人 不是普通人 给 贤公老和尚提督 他二十岁出家提督 只教他一句话 南无阿弥陀佛 祝福他 一直念下去 又告诉他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乱说 海显老和尚的陈旧 得利于他一生 老实 听话 正感 这个条件就成功了 请记住自己 师父一句话 一句方号念到底 他一百一十二岁往生 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今年是一七年 四年前往生 距离我们很近 他的弟子 替老和尚 写了一个纪念册 很值得看 既在老和尚 一三年 我看到他这些报告 我看到他这些报告 这个老和尚应该是 三十岁之前 三十岁之前 念佛功夫成篇 也就是讲 应该在二十五岁 先后 因为一般 得功夫成篇的三年 他二十岁就讲 应该在二十三四岁 得功夫成篇 三十岁 我相信不超过三十岁 得四一行不乱 四十岁 得礼仪行不乱 四一行不乱 相当于阿罗汉 礼仪行不乱 相当于法身菩萨 根禅宗 六足惠能大死 是平等的结局 华颜金上 粗度以上 不容易 不容易啊 他就似乎 叮咛他一句话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这话什么意思 开悟了 他开悟了之后 一切放门 教理全通了 但是怎么样 不能说 真的不能说 所以一生 你看他平平常常 没有话说 人家问他佛话 就念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句话好说 真的大车大路 明显现现的 不是简单的人物 是因为 身在这个时代 不学习 说的时候 有灾难 明知报身 这个我们要能体会得到 要能看得出来 这是我们 今天修佛 最好的榜样 可是 佛法要沉船 不沉船 在这个时间就断了 传声 只有传信总法 保证你这一生 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好啊 一了不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等于成佛 你在一生当中成佛 你要不要 要好 欧阅大师今天这份开始 祝我好好的 依教奉献 恭喜 你是极乐世界 弥陀地子 你不是凡人 如果你对他有怀疑 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 还不想走 那就错了 大错就错了 这个方法 就简单这一章 可以说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宿舍的精华 就在这里 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苦苦 下面 五月大师 用佛的话来说 佛缘 若人淡念 弥陀佛 世明 无上 神妙场 念佛 比参差 殊胜 参差 一百个 参差的 难得有一个 开悟 念佛 一千人念 一万人念 过过往生 一个都被漏掉 你说哪个方法好 我们应该学哪个方法 念佛 无上 神妙场 人家也全体学场 我这阿弥陀佛 无上 神妙场 比你那个场高 不能见到别人 就起心动念 心就动摇了 学学那个法文 没错 没有一个法文 能保证你成就 只有念佛 往生 这个法文 这个法文 保证你成就 这也当你的保证数 天台云 天台大师 唐朝 智者大师 这天台中的祖师 他说 四中三位 同名念佛 念佛三位 三位 诸王 这是天台下修持观 跟 念佛来比 天台大师 也说 念佛三位 三位证我 这都是证我 如果你要是真理明白 在佛的 这个尖叫之下 你就能如如不动 要不要学尖叫 要 为什么要学尖叫 不能把佛话断 但是 这不是第一个 第一桩大师 第一桩大师 我们怎样脱离六大轮回 那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事情 第一桩大师 红发离生是第二桩事情 有缘就做 没有缘 老师念佛 像海鲜老活着 最后 献身说法 你看他的成就 就对心中 增长信心 他用这个方法 来度化这次 表演 真实 云奇是廉池大师 廉池大师是 一句阿弥陀 盖鲁八教 这个吧 叫做大臣八个走 二 贤熟 是说法言 贤熟走 贤熟大师 是开山祖司 智哲大师 发花走 天台上 天台 云奇大师 发花走 发花走 还有 从印度传过来 大摩字传过来 传走 在中国 还有密宗 这个密宗跟六宗 六宗 进度 大臣 八个总牌 八教 一句阿弥陀佛 全包括了 盖鲁标 包括 元是五宗 五宗是叫禅宗 禅宗 六宗以后 一化五业 他封五个宗派 那就是说 教 禅 都在一句佛号当中 圆圆满满 你要记得 这一句佛号 统统包括 大臣小臣 全在里头 闲教密教 而这个法门 遇到了 大佛报 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 不仅是释迦摩尼佛度中身的 第一个法门 一切诸佛如来 佛度射方 诸佛差度中身 都是这一句法 没有例外的 真是你佛报太大 但是 你如果说迷了 还想学这个学 那就太可惜了 下面 欧尼达斯感叹地说 可惜信任 将念佛看作情境够大 要学高深的 这是老太国学的 夫人是自己人学的 自己不甘心的学者 看海鲜老花人不认识字 我们都在书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学尖叫 书哥知道 他最后的表演 是圆满成功 我们最后一招 能不能跟他想比 这个大问题 这大问题 他老人家的秘诀 一天到晚 二十四小时 就是一句佛号 真的是 都是六根 精灵相细 所以 求是方便于圣灵四三类的动力 参就十一次享受 一为参展 尝试高不错 书不知 现前一念能念之心 本是力固绝非 不晓作义立绝 即现前一句所念之福 也本是超前力尽 活劳寿妙 探许 这是 五叶大师慈悲 把念佛法门 跟教下中文 做个简单的比较 不认识的人 以为 念佛前 没有什么信息 长高妙 窍妙 谈玄说妙 玄是指的禅宗 妙是指的教相 教相四个宗派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下面说 执柜 现得起 建筑信是第一要求 信 有极乐世界 信 有六道轮回 我们如果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肯定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是毅力变现 我们起心动力 言语造主 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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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得三山道 我 就甘三摩道 出不了 留在我 很可怕 不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法文 所以这个法文 信得起 守得稳 稳说 决定不改变 我就一句法号念到地 直下念去 和 昼夜 十万 和 五万 三万 以决定 不确为准 彼此一生 事物改变 若不得往生 这 三世祝福 便为凯予 你们想想 佛会骗人吗 佛不会骗人 祖师大德 不会骗人 这里面所提到的 这些 所提到的 所提到的 这些 智者 偶遗云 廉耻 多事 大车道 民心坚信 大善知识 这不是假的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 实现一个普通人 为我们表发 给我们做榜样 你看他一生 最后往生进去 就不一样了 是 一得往生 永不退转 种种放门 先得 先进 这就是 你生到西方基督徒 得到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的加持 祝福福菩萨 所说的一切 尽 全都同 道基督徒 是自然同达 清静阿弥陀佛 弥陀 一应而说法 众生随力 获得心 不能小看了 金宗 金宗太伟大了 真能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保证结局 决定 没有忘语 下面 警告我 切记 今日 张三 明日 彼此 就是 你有信心 但是你的心不转 你的欲望 很多 看到经 想学经教 而看到街 就想穿好大衣 注重这些形式 这样就错了 所以 与教下人 就想寻找则句 想学家经教训 与中文人 遇到参谈的人 请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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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不清,错了,大错的错了。 但是,这种人很多,我们看到很多。 我过去讲了大概大小经典有一个多种。 我在85岁那一年,彻底放下,华严经放下。 华严,我讲了四千个小时。 讲多少呢?五分之一。 用我的方法一直讲下去,华严经讲完,需要两万个小时。 我想到什么问题呢? 生死没把握,放下了,不讲了。 专讲无量寿司,专念阿弥陀佛。 我求生见途要求。 所以要真的想到,生死是大了。 其它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 自己要想到自己,未来怎么办? 这一口气不来之后,我到哪里去? 这才叫大死。 下面,别离我,也都是真话。 七支念得阿弥陀佛书。 这句佛号念书。 像海仙老后人一样。 像海仙老后人一样。 念书了。 三藏十二部,极则交替,都在离去。 这讲教书。 这一部大藏经,你全痛了。 我们要问,海仙老后人痛不痛? 痛。 为什么他不讲? 他就师父教他。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守住师父的教诲。 他不识不悔。 他很内耗。 你念什么信,他都知道。 你不懂意思,他懂。 下面,一千七百公安禅宗的向上机关怎么开悟? 也在这句佛号里头。 也在离去。 也在离去。 三千位移,八万四千。 三句境界也在离去。 下面,大乘,菩萨修的六波罗命。 这一句佛号,六度圆满。 你看,真能念佛,放下神仙世界。 就是大不识。 六波罗命。 第一个大不识。 真能念佛。 故伏其。 贪嗔痴吃,这就是直接。 贪嗔痴慢一段,就是戒律约满。 放下神仙世界。 放下神仙世界。 咋不识啊? 不识。 直接。 不识。 不计较是非人物,就是大人物。 真能念佛。 不受剑断架杂。 大仙仙。 真能念佛。 不受妄想吃竹,就是大成天。 真能念佛。 不为他己所乎,就是大智慧。 菩萨修修。 天太平。 法皇。 菩萨修修的六波罗命。 这一句佛话就圆满了 多简单 何必找那么麻烦 你们年轻有的是世界 可以去找 我不敢找了 我这样的年龄随时可以往生 现在阿弥陀佛还没来及 还有工作没干完 这个工作在我下来就是汉学院 宗教学院 目的是想办宗教大学 帮助全世界的宗教 都能够通达教义 都能够奖金教学 要不然告别心 所以那就要办个世界宗教大学 帮助全世界 在英国 我们这个外面的问题已经正式提出了讨论 而且有行动 英国在今年下半年 要开办一个波斯版 活学博士 按这个班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每一个宗教 能够推选两个学生 博士 那干什么 讲经教学 培养教师 把整个世界佛教 回归教 回归教 我们肯定 宗教是教 依照中国文字来说 中国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主要的 第二个重要的 第三个尊重 尊重 崇高 教也有三个意思 教育 教学 教化 宗教两个字连起来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这两个字定义如此 现在在宗教里 佛教里 找不到这三条 所以要恢复 不但佛教要恢复 所有宗教都要恢复 每一个宗教都好 众生的根性不一样 像大家可恢复不一样 有人喜欢佛 有人喜欢道 有人喜欢基督 有人喜欢阿那 不一样 过谁所好 都好 众生也提 宗教一家 平等对待 和母相处 我们希望 宗教教 能够带给社会 安定 世界好平 走这条理 西方人已经开始 我们要追上 现在第一个阶段 培养四字 英国人带头感 下半年造成 大概十几个宗教 每个宗教 两个学生 还要派个指导教授 三年 他们毕业了 过过都能讲 过过都通打 学习自己的宗教 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 宗教与宗教人的矛盾 要化解 戒律 你比如说 佛教讲的 五戒 是善 每一个宗教 今天就对 那么换句话说 五戒 是善 是所有宗教 共同的戒条 没有一个宗教 不提倡 这是好诗 那么旧的宗教 我们也有个想法 不能废除 不能不要 为什么 它是历史 从旧的这个四月安堂 教堂 可以看到宗教的历史 那么旧的宗教 一律归 宗教历史文物馆 用这个名义 把它保留 而且一样 把它建筑得很好 这个里面 可以做佛寺 可以做礼拜 就可以 那是旧的 你看 古老的宗教是那样 新的 是教育 是学校 大学 中学 小学 是办学 活动 是宗教 有宗教合同中心 所有宗教办活动 都在一起 大家都看到 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 好 希望宗教 希望宗教变成一家人 一家人 吃东西 口味不一样 有人喜欢吃甜的 有人喜欢吃辣的 所以 所有宗教 我们都要给它保留 都要对它尊重 它是我们的老前辈 要这样去想 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宗教 带给我们 安定 活性 帮助我们 化解冲突 菩萨六波 勒命 也在这里头 我把这点 解决 练完 试词 间谍 若深陷 失陷 又未有方向 贪嗔痴 贪嗔痴念 又自 献起 是非人物 还有 情况 间断 夹杂 还未有处境 妄想 吃足 又未有命 种种 他己 又难 获知 迷惑 并 不为 真念佛 这是我一大词 真念航班 告诉我们 真念佛是什么样子 这些烦恼习气 还在 这是假念佛 这不是真念佛 真念佛的 这通通放下了 那么下面再告诉我 这很重要 要到一行不乱情节 一无五踏实 想念到一行不乱 也没有别的方法 最初下手 须用念着 记得分离 刻定过程 决定无确 这就是 最初下手 还要用念着 结束 结束你的心 不会有红色乱想 慢慢吸气 把它念掉 念到熟了 成熟了 不念自念 这个时候 结束 行 不结束也行 就没有去说 底下最后的两行半 给我们警惕 如果粗心 粗化心 便要说 好看的话 要不着想 要学圆融自在 这总是 信不慎 行不利 然后你 讲得十二分九 已经讲得再好 没用处 下得 七 七百转语 这叫参差 解释 生死 难便死 不能成就 成就太难了 不是跟你讲 开玩笑的话 禅宗 上上跟人修着 我修佛的时候 我的三个老师 方都没现成 张家大师 黎宾南老师 都警告 禅不能破 迷不能破 为什么 你不是这个根性 指使苦 教想 探讨经典 增长信心 对佛法认识 最后 归进度 立心念佛 求愿万筛 今天 我们的语言 非常殊胜 我把欧耶大师 这段开示 介绍给大家 这一张纸 就可以保证 我们往生 记录 如果你要不愿意 念经 念咒 要不愿意的话 修这一张纸 就行 它代表 整个进度 祖师的话 要记住 没有一个 不成就 决定不能够建议 事前 别人学着也学乃 我们点头 好 很好 叫我修 我不修 我比不上你 你有本事修 我未本事修 我只有念佛 求生见读 你说我不如你 我是不如 我不给你 我对你尊重 我老是念佛 求生见读 知道 这是保证书 决定又成就 希望我们大家 幸运 求生 净土 学怜 海贤 老人 这是我们末法时期 最好的导死 一句佛号念导的 最后的成就 不可思 给我们做出榜样 距离四年前 这么点 千万别忘记 天天看着老河山的像 向老河山学习 就对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舍着死 谢谢大家 祝福 好 谢谢大家